据船舶经济商称,用一艘小型邮轮,将俄罗斯ESPL原油从科兹米诺东部港口运到中国。 船东就能赚上160万美元,约4759.2万台币。 根据彭博汇整的数据,这个数字是乌克兰战争爆发前的三倍左右。 他们补充说,这块肥肉已成为中国、土耳其和希腊等船东的常规业务。 船舶经济商表示,一艘载有俄罗斯ESPL原油的阿弗拉型邮轮,前往中国通常需要5天左右,是全球利润最高的航线之一。